50分钟的总咨询韩市长的时候也是备受关注的 重点是他拿了那个大平板之后并没有答得比较好 50分钟的总咨询韩市长的时候也是备受关注的 尤其你当天用了一招50分钟让韩市长完全做一个冷板凳 当时候你怎么会想到用这个 其实我在这之前都还是想说当天要不要给他这样打询的机会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前这一两周他背询的状况还是太差了 然后加上他又一直觉得他的态度是对的 我觉得这件事让我非常的不能接受 觉得说我们要问真的是市政总咨询 我们要讨论市政吧 结果他都一句市政都没有提到 甚至连高雄任何一个重要的方针跟重要的方向 他都没有办法给出来 所以我觉得当天我决定要只问一下 只问真的懂的人 当天做这个决定也算是 就是不要给他所谓补考的机会嘛 因为我看到他前几天在接受别人出的考卷的时候 他也是都交白卷啊 我干脆就是真的直接拨通分机 我可以直接问到我要的业务 然后对高雄市才是真的有帮助的 结果后来他有为了这件事情 他用了一个大平板 然后就有传信息进来 那如果再套用你刚刚的那个概念的话 那不就是作弊还是Open Book吗 重点是他拿了那个大平板之后 并没有达得比较好